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使劲请家之礼 换出来的情人阿里纳 真的有够可爱的 阿里纳是这次情人活动里面 可以交换的角色之一 对于有在玩火属性角色的玩家 是真的可以认真考虑换了一只 本身的回复数值很高 那攻击也高 搭配上觉醒的两个回复强化 还有超觉醒的7C 也会是一只很好的打手 技能也是蛮过分的 人家目属性的变身后 才少一回合拳戒 这边只需要CD5 就有拳戒加攻击射的生成 那这次要放到海狼的队伍里面 到机构城市营域以下 放进来后才发现到一个超大的陷阱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自从火属性的Value出来之后 就固定把它摆到火属性的队伍里面 然后它本身已经有三个的回复觉醒 加上阿丽娜这一队已经超标了 要不是这一队需要用到全色的话 应该会把它拔掉吧 这个情况 那开场呢先把岩池开掉 然后把增田开掉 这边先耐久一下 增田等一下要善用它的二技 做一回合的加速 然后把海狼变身 变完身之后呢 再把阿丽娜继承的二技两维盒加速开掉 然后继续耐久 之后增田会一路存到 需要用到伤害吸收无效的地方 然后这边先随便消一组 搞耐久一下 然后再把冥王的二技开掉 这边是岩池 然后接着把两边的海狼都开完变身 然后最后再耐久两回合 这边耐久的主要原因是要把增田的二技一样 这里就要存一下 那也顺便可以开海狼的技能突破这边 不过其实啊 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个机构成的隐藏要素了 所以不用组到这么难也可以 然后加上角色现在也很多了 我觉得冥王啊 其实越来越好像不大需要的说 另外想到的编程是要把火属性的Lex给放进来 那只角色真的很好用 可以转杂色 然后回复上升 手指延长 我一插的就竞消的部分吧 但竞消已经有阿丽娜在了 所以好像也不是说很必要 那如果放Lex的话呢 这边就用技能压过去 然后直接通过 一打来打去啊 我觉得海狼玩这一关 也不能说是非常的稳 有一些地方莫名其妙翻车的很严重 可能是因为伤害不到好抓吧 那这一队其实只是想要把自己想要玩的角色放进来啦 真田这一只啊 抽到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用到 很早就把它抽到上线解放了 他觉醒很棒耶 有10C有7C有贯穿 然后还有L字 技能也很好 前面两次的技能开完之后呢 最后一个技能 是无效盾贯穿 所以后半啊 碰到无效盾的敌人 其实都可以开到技能通过 算是很方便 对啊 如果这边是摆Lex的话 他本身有两个十字消除吧 所以这边消十字也可以解超暗暗 然后就算没有冥王的进消呢 这边的伤害也扛得下来 直接开阿里纳 阿里纳的生成呢 是随机 然后也没有像变身角色那样 有锁租的效果 可能都各有好处吧 然后在消除上面呢 我自己也是习惯 能够多锁两串就两串 后半的关卡要一回收的话 可能就要凑到三串 但不用一直做贯穿 这一点都是蛮方便的 然后第六关之前呢 那真挺的技能会刚好跳起来 不过他也没办法制防座 所以至少要再耐久两回合 才能通过 然后这边就开掉 这个是三回合的伤害吸收五效果 这边用完之后呢 就可以尽情的用他的最后一个技能了 然后要记得笑一下全体 其实这一队很好耶 阿里纳本身超学型不用选SB加 然后冥王的话呢也不用选贯穿 所以基础的增伤值就很高 比较一下火力就知道了 阿里纳火力非常的高 可能刚好也受惠于这个7C的加成吧 然后消四啊 随随便便就可以回到70多万了 完全不需要 真的是多余 但现在火发路又很必要 也不知道该怎么换 这边把剩下的延迟开掉 要小心消一下指定射 不然会有护伤 我这应该已经是今天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打了吧 到现在还是三连 连五连十连都没看过 所以打来打去 如果四次元打得顺的话 我还是想刷四次元 这样我的圣诞龙才有着落 然后这边可以稍微刻意的 存一下火珠 一方面是方便下一关能够直接 收掉敌人之外呢 就要用到L字也可以 然后这边靠护伤 第八关呢 不管哪一只角色 这边都预计一拳收 一拳收最重要的科数是三串的火 不过明年路把有99回合的锁珠 所以我第一回合通常会先来解一下锁 然后再开真挺的技能 水珠的必要性也是有啦 但可以不用刻意的留 流火比较重要 有完锁之后呢 这边记得要先开真田 真田的另外一个效果是攻击力上升 但因为上升的幅度没有海狼高 所以用海狼比较好 基本上呢 机构这边需要用到无效盾贯穿的敌人也没有很多 但如果碰到的话开带的技能很方便 什么都一拳打 随属性的角色基本上我会两拳收 第一拳不要打太重 大概消一串火 两串是极限 攻击也可以不要拉得太高 不然啊副属性很容易刚好把他打到残血 然后到墓属性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那因为队伍的回复力很高 所以也不用刻意的消四颗 光是消一串的回复就能够回七万多了 那海狼啊这个二点多倍的回复上升加成 真的很有感现在好像还没有类似的角色跟他一样吧 就高血量高回复力加上攻击也很高 觉醒也很棒 副属性也有火力 一样是水属性的 所以我们这边才两拳收 会比较安全 因为下一回合水珠会掉的比较多之外呢 水也会锁住 所以不会被影响到 用海狼打击构神啊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大概就要记守敌人的血量有多少吧 除此之外 记好的话哦 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翻车的机会 第十一关的机器人 机器人也很好打 这边就不用靠步伤了 直接把点消耗到超根性就好了 那如果发染的话 但是直接消指定射啦 那是染人的习惯 这边不要发太染就好 有时候真的一不小心就缺色了 增田的火力是真的很高耶 很不愧是10C加成的角色 现在啊这个时代 大家7C已经无法满足了 怎么角色都要10C 其实这也在所难免吧 毕竟啊很多的队长技 都直接给你很高的combo加成了 7C的必要性就显得很低 甚至很多的多色队长啊 我都觉得 那个什么4色攻击强化 3色可能还有用啦 然后5色攻击强化 直接把它改成 10C的攻击 可能还比较好 不然你多色combo低的话 其实也没有火力啊 就势必combo还是要拉高一点 不然你去限制那个3色4色5色 打起来可能爽度也没有那么好 当然纯粹是个人习惯 最近我多色的队长很少 你看我之前泳装的马里亚鲁 没有抽的时候 就知道啊这个人 多色不行 指望率之高 第13关Raphael 最好打的角色 这边就直接开技能 但保险起见如果火珠不多的话 就可以把Valu的技能给开掉 补下火珠 之后Valu啊都只会在需要解锁 或者是需要减伤的时候使用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机会用到耶 毕竟这一队能够解锁的也只有他嘛 如果阿莉娜的技能啊 再多一个解锁的话 那他真的是做坏了 好险没有啊 14关也是有趣的地方 因为这边可以直接用 增田的技能一拳通过 应该是可以一拳啊 所以记得先开增田 然后再开海狼 把攻击给压过去 然后也不用做贯穿 直接拆分 所以这里多一点也好 因为附属性也有火力 可以 想太美好了 没这回事 不过也还好啦 下一拳再做一个贯穿就好了 水的贯穿我是很少做 因为与其要做水贯穿的话 倒不如combo拉高一点 把走属性的火力拉起来 boss boss麻烦 这边直接加速到本体好了 这边缺紫禁射的机会很少啊 但如果真的缺的话呢 记得Value的技能开掉 至少能够做好解锁 那如果有紫禁射的话呢 就消L字 靠增田的L字解锁 来应付一下 好 然后这一只黑莎是用的是怎么样啊 禁销吗 禁销开阿丽娜或冥王都可以 结果后来会发现阿丽娜的技能完全用不到 除非中途还有碰上去要解觉醒无效啦 不然以技构成来说的话 他的一技还蛮可惜的 很容易就存到二技去了 可能也是刚好没有碰到 好最后一拳 刚好是把水属性给消耗完之后呢 等他传属性 全部技能开完之后 顺便把冥王也开掉好了 就什么都开掉了 就好像没查 这边就combo速拉最高 但版面也消太丑了 怎么会这么丑 好啦至少机构成也可以顺利通关 这一定要通关的吧 火属性啊我是觉得 阿丽娜可爱之外呢 定位有一点点奇怪 因为有些复合技能的效果 都有配上像解无效啊 以冥王为例好了 就是有手指回复上升 配上解尽销 所以阿丽娜就不一定会使用到 但有需要的时候呢 把它摆入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个人建议能换就换 那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你有哪些 分别可以解那些 怎么觉性无效或尽销的角色 再的决定也不迟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 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